哈喽各位 亲爱的观众 老言大家好 感谢收看桑打书为您带来的刀塔2 直播比赛节说 来继续看基辅特级锦标赛小组赛第三轮比赛 第二个比赛是BO3第二场OG对战team random的比赛 OG对战随机 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双方的一个BPA 前两手OG是扳掉了小精灵和帕克 一抢的是大树 那么随机选择前两手扳掉了一个土猫一个大圣 那么前两手是直接拿出了火猫加上带泽 看看OG的BPA手还是由Face边来进行BPA 没有让外队进行BPA 那么来看一下OG的后续的一个BPA 如果杀都征担我们就换台好不好 这是第三场 我说错了 我说错了 这是第三场 OG上比赛又拿了 那小拿家了 我感觉NOTEL多少有点C9的顽疾复发了 最近有点好像不拿小拿家已经不会赢比赛了 这是第三场比赛 我这个胡说八道说错了 对不住各位 来看一下这场比赛 随机队在第三手的一个班人 对方拿小拿家的话中路这个位置上 看看是不是要考虑去搬掉对方第一场比赛发挥非常不错的这个TA TA这个英雄中国队其实用的都 我真的没见过几个中国队用TA用的特别好的 但是中国队打国外队的这个TA 经常被对方的TA给碾压掉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TA这个英雄确实是很强的一个英雄 但是好像中国队不是特别仰仗这个点 430确实算一个 TIR2的年代 430确实是一个中国队的TA打得非常不错 而且值得仰仗的一个人 但是真的就没有了 只有一个430 然后中国队现如今的这个年代 Maybe的TA还可以看一看 SCC也打过一些TA 但是SCC他的一个节奏是更偏刷 他在拿这个TA的时候 他在自己就是装备好的时候 他往往就压制力不够 这个是SCC到现在为止的一个完结 他的统对于比赛的一个统治力不够 目前对于比赛比较有统治力的这个中单选手 像Mini1算是一个 然后Sumel这两年 今年的比赛我还没怎么看 反正前几年一直 这个Sumel对于比赛的统治力 在他拿到经济优势的时候还是比较强 这场比赛在第4首选择是搬掉了一个钢背 随机这边 晶体权的TA确实是偏刷 所以他统治力不够就会导致他的TA不好看 前方战地记者来报是IG又被团灭了 他说TA到后期刚不动怎么办 你是说TA刚不动别人还是别人刚不动TA呀 第4首选择是搬掉了一个链金 防了一手你打这个正单链金 然后给跳刀去打一号位火猫 我不知道随机战队这场比赛 这个火猫是谁去打 因为中单的火猫跳刀跟杀宝两个人都能打 随机这场比赛 在第三手拿了一个神牛 但是费斯边一般不会给自己拿神牛 他拿神牛一般是都交给二兵去打的 OG先选择是拿了一个萨尔 还是复制之前比赛获胜的一个经验 就是说萨尔这个英雄确实打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随机战队 这个随机的我真的不能叫Winz 老是这反应一下 打现在这个随机战队一直都是一个比较好用的点 看看随机队第四手拿人 现在对方的一号位已经拿出来了 随机队目前是一个戴泽加上一个神牛 准备用神牛去跟对方这个小拿家刚正面打 神牛确实是一个打小拿家很好用的点 团战的时候 尤其是在对方小拿家 刚刚把幻象招出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神牛是很强势的 但是反过来说 神牛这个英雄特别烦对方单个小拿家的幻象 一个单个小拿家的幻象追着这个神牛满世界跑道 神牛很难受 放不住跳刀跑不过跑不掉 打这个幻象又很累 随机里边拿出巨魔来了 这个 巨魔加上火猫 这样比赛菲斯编在最后一手是打算拿一个 感觉最后一手要拿马格纳斯 OG这个阵容现在没有拿马格纳斯的必要 他的马格纳斯也还行 也还凑合 他的马格纳斯可以跟这个萨尔和小拿家完成一个配合 就是马格纳斯在小拿家开大 萨尔交这个框大 然后马格纳斯把其余的一个关键点 顶到这个萨尔的框大里面 这个是可以打的 就看看会不会被这个前四鞋抢了 如果OG在第四手不拿马格纳斯的话 这个随机战队他们可以拿马格纳斯 去打三 配火猫配巨魔都是不错的 这样比赛前四鞋拿富王了 那就不存在这个三号位马格纳斯的一个可能性 有观众说说这个 他说让葫芦奶一口压制吧 现在葫芦不能乱奶 最后一手确实这个 Faceband可以去打 但如果咱们换个角度来讲 他们不选马格纳斯的话 这个阵容去搭配什么比较好 火爆跟巨魔这两个点的缺点都是没爆发 然后持续作战能力比较强 巨魔的缺点是容易被遛狗 火猫的缺点是一波打完了以后身板比较脆 戴泽可以去解决一下身板脆的问题 神牛可以解决一下爆发不够的问题 但是他们现在没有足够的AOE去处理小大家的这个幻象 以及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面对对方现在已经有了两个无视魔免控的情况下 他们这个BKB到底出不出 都是问题 还有就是最后一手随机战队到底打算拿三还是四 有关是说拿了戴泽和神牛就是要拿蜘蛛了 拿蜘蛛 蜘蛛这场比赛 蜘蛛这场比赛 比较有的这场比赛要被腐王克的太狠了 应该不会去拿蜘蛛这个点 对方的这个阵容现在小大家比较克制 其实小大家这个因素没有什么特别克制他的点 你必须得要么你就是前击把它推平 要么你就是前击把它打崩要么就是拖到大后期 然后等到这个小大家有个四五万经济 有劲使不出来的时候也行 OG目前这个阵容有一个特别大的隐患 就是输出点太乏力了 他们现在必须中单是一个输出爆表的一个英雄 最好是一个类似像影魔像卡尔这样的英雄 果然是拿了一个卡尔 就是最好是像影魔卡尔这样的点 才能够去把这个局势hold住 要不然大树没输出 萨尔没输出 腐王也没输出 还真拿了一个蜘蛛 咱们这个看来有观众对于这个 这个随机队的理解比我深得多呀 确实是拿了一个蜘蛛 这个我确实很佩服咱们这个观众 真是拿了一个蜘蛛 带泽加蜘蛛的这个组合倒是可以理解 但是带泽加蜘蛛加神牛这个组合 我确实看不太明白 蜘蛛带泽力还是很正常的 蜘蛛加蜘蛛和蜘蛛这两个英雄都很被腐王克成的 腐王这个英雄克蜘蛛其实要看这个蜘蛛的数量 因为腐王的转是有内置CD的 它并不是一个无限转的技能 它是有一个内置CD的 就是说它是有一个最短的一个旋转的间隔 那么小蜘蛛的这个血量是450 而它这个腐王的这个旋转的这个内置的CD呢 是在升满了以后0.3 然后它的反击伤害是180 升满了几 当然满击以后啊 也就是说它需要转三下 才能够把对方这个小蜘蛛全部弄死 那么在这段时间里边 蜘蛛能够对这个腐王造成多少伤害 就比较可观了 这个蜘蛛确实是够丑的 身上都没长毛 这场比赛看一下分人方面 这场比赛shadow 中单shadow的剧魔 果然是一个中单的shadow 跳刀的一个1号位的火猫 这场比赛不换台了 先不换台了 看一看这场比赛 它们的蜘蛛打得怎么样吧 起码这场比赛别的不说 还是有些想法的 肺子边的一个蜘蛛 然后再加上shadow的一个剧魔 下路这个位置被对方给了一个网 服还是拿到了 但是一血 fly这里选择生的是一级生的一个 这里火猫一级生的是火盾 第一个攻击目标选择是这场fly 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一级的火盾 第一个是能扛的伤害太少 第二个是秒伤也不高 感觉要交两条命 顺利的交掉了自己的两条命 好在神符方面没吃亏 神符方面是拿到了两个 跳刀一个 shadow一个 中路巨魔去打这个卡尔的话 只能寄希望于就是 shadow的这个巨魔在中路 在面对卡尔的时候 不要打得太劣势 上路Face边去面对对方 其实蜘蛛打腐王 有另外一种打法 就是不生小蜘蛛 生被动 拿这个被动去打蜘蛛王 是可以打的 生马币之咬 然后再用这个平A 加上这个猪王的回血 但是作为比赛当中的蜘蛛 如果没有这个 复化蜘蛛这个技能的话 有点太拼了 看一下Untel Untel这个位置 应该是不会出现 什么太大的问题 跳刀这里也是 被对方给递回去了 再给上一个网 再追 外队这里要死 一巴掌还差一下 还差一下 还差一下 没死 对方没有再继续追 跳刀这里再追大树 大树还差一刀 直接砍死 这最后是死在小兵手里了 三个人平分 118块钱 不是很值钱 不过这波打完了以后 由于还有一个范围金钱的奖励 所以这波还是收入 还是算是可以吧 目前比分是一个1比2 那么巨魔现在补刀数全场第一 卡尔只有5-0的一个正反补 中路的补刀方面压制还是比较成功 费斯边这里果然还是生了这个复化蜘蛛这个技能 但是前期啊 这个技能去打腐王的话确实是没法打 有一说一 确实没法打 中路这里 神牛给了一个板 躲开这个天火 杀到这个躲天火躲的 杀到这个天火躲的好灵性啊 配合队友击杀到对方 但是下路的火猫又死了 火猫是被对方这个下路的一个钢三强行带走 萨尔加大树这两个人在前期主要是大树的输出太高 他这个平A 前期大树一个平A的伤害比一个一级的技能普遍伤害还要高 下路这里挑刀又被绑住了 开火盾往回走 给一个脖葬 身上有魔棒还有大药 魔棒刻出来吃大药 吃大药还是要死 临死之间能不能换掉对方一个板 没有杀掉 还是最后让外队一个平A拿到了对方 这个大树的人头 但是现在这场比赛下路火猫崩了呀 跳刀真的是崩了呀 这场比赛 但是跳刀崩了是一个好现象 还是那句话所有怼跳刀的队伍都输了 所有怼杀了的队伍都赢了 这个比赛你是一定要去针对杀了这个点去打 你不针对杀了这个点打你肯定要出问题 上路现在费斯边的蜘蛛和 狐王这两个点目前形成了一个护肥 小男嘉这场比赛确实是起飞了 小男嘉不过 其实最后一手拿这个蜘蛛我也有一点没看明白的 就是小男嘉这个打小蜘蛛这么好打的人 一定要顶着小男嘉去拿蜘蛛这个 比较容易出问题还是 刚才那个位置有观众问为什么不早点板 因为他没蓝 刚才神牛一直在一直喝着小蓝刚刚把蓝凑够就放出了一个板已经很极限了 OG强无敌 我没瞎奶 OG肯定还是厉害的 OG这支队伍还是稳 这里给一口毒奶加一个板 等第二口毒奶小蜘蛛往上往上走 一口毒奶给上来 但是对方吼出来了 毒奶的这个伤害是 这里一个天火又是炸死了跳刀 毒奶的这个伤害是一个物理伤害 是要计算护甲的 斧王这个狂战士之后吼完了以后这个毒奶的伤害不够了 代泽这场比赛其实一开始就应该直接来上路陪着Face边去压对方的这个斧王 直接把斧王压到野区就完了 中路目前随着这个大树的等级提升已经有树甲了 树甲可以比较开心的去 这还用一个几种种子清一波兵回点血 戴泽这应该还是在上路 在随时等着去帮这个蜘蛛去压制对方 斧王的一个血量 但是斧王这场比赛由前期比较顺 补刀术目前排在全场第3 然后看上经济情况 6分钟目前小蜡加全场经济第1 巨魔第2斧王第3 蜘蛛第4 火猫只有排在第5名 跟对方一个卡尔认得过得差不多艰难 没给过奶 这里一口毒奶 这个猴没有中 这些小蜘蛛保下来了 这样的话有机会去杀了已经 这样的话是有机会去杀的 看看这个斧王应该是要怂一下 怂一下这里可以继续囤自己小蜘蛛的一个数量 另外就是戴泽也需要把自己的等级稍微补起来一点 他的这个暗影波毕竟治疗数量是跟着等级走的 下落 NOTEL这里现在是5级没有大 再给一个捆 捆一下开着自己的火盾追着烧就行 能烧死 不要砍就烧死就行 千万不要砍 就烧死就行 对很稳 这波对方没有人来支援 这场比赛安娜到现在为止 在中路的发育不是很理想 所以是选择到野区去补自己的一个发育 卡尔现在这个等级进野区的发育速度还是相当不错的 聚魔则继续站着中路线 第一件装备选择出的是一个橡尾鞋 然后准备做 这是要做祭品的 低点装备出祭品 祭品这个道具难道不应该交给玉米蜘蛛去做吗 聚魔选择自己去做祭品这个道具了 嗯 听两四个都响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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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哎 ,哎 说吼一下我去 转了两下强秒 那他要这里被对方给一个板以后 直接开大选择跑到圣坛的位置 吃一把圣坛 随机的也是放弃了一波追杀 第一个是知道对方状态满了 第二个是追上去 有可能对对方的一个TP支援反打 没有选择去硬上 那么这段时间安娜的经济是直接赶超到了全场第四 点击手也做出来了 下一件装备开始直接去做一仗 安娜的一个经济补回来了 ASPN这场比赛也是选择去出一个点击手 点击手 挑刀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 是第一件装备直接裸了一个飞鞋出来 拿这个飞鞋看来是打算要刷起来了 这场比赛 你看按照就如果是咱们考虑按照上一场比赛 这个跳刀打正单和shadow去打一号位的话 这个节奏这个时候应该是 他们现在应该是主动进攻的一个比较多的一个时间 但是这场比赛你看他们现在这个主动进攻的时间 就明显有一个 有一个滞后 而且呢在进攻的时候 这些人的位置所在的这个点都不是很理想 中路又是找了一波对方的fly直接带走 这大树选择是隐身加TP回到家里面没有被击杀 那么这波看看随机能不能把对方中路一塔给拔了 这个时候对方应该是不会来人手的 卡尔现在是一个刷A杖的很关键的时期 他现在不会再参团 团战的时候他最多就是扔一个天火 然后再最多就是赶到战场扔一颗陨石 然后他也就没蓝了 现在卡尔的这个技能成本太高了 实在是 这里大树给一个大定座 腐王跳好吼住 好多的小猪猪 一个天火直接秒 飞四边这里又被杀了 这里大树被给了一个大帮子 给上了一个击生种子减缩 但躲开了对方的一个立场 神牛这里手里没有大 再给一个大帮子 对方腐王过来再一个跳好吼住 一个斩直接带走 有观众表示说 IG那边要输了是吗 IG输了好呀 我就怕IG赢 IG输了是好事 这些小猪猪开大 卡尔的一个天火 拿到盾 最后盾是选择给小猪猪拿到了 这里萨儿了一个立场家大招 框住了跳刀和飞四边两个人 撒一个粉 卡尔一个推波 跳刀一个T 传回来 看下巨魔 这里捡一个素以后 开始去捶对方S4 S4这里给上一个树甲以后 好像还有点扛不住 这又传过来以后 留住对方的大树 这一波虽然说 IG是拿到了盾 但是这一波的追杀 又是被 又是被这个随机队打 打出来一个他们最擅长的这种节奏 他们这个战略特别适合打刚才这种节奏 第一波团战打完那后我没死人 然后紧接着我开始给你追杀 打这种拉扯战役 IG这个输了以后 等于他们的战绩是来到了两胜一负 这样的话他们今天晚上就还得再打一轮 而且在后天的淘汰赛开始以后 他们不用去撞中国的VG狗 第一轮他们就铁定不用撞VG狗和IGV 这是好事不是坏事 然后一会撞随机 撞随机了 我又错了 VG狗有可能撞的 VG狗有可能撞的 我这儿又说错了 对不住各位 我有活八道的 铁定不用撞IGV 铁定不用IGV 同时 咱们这边有观众看不下去了 有直播观众看不下去了 这反观老碰我 有直播观众看不下去了 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 这个Shadow的经济 现在暂时还是排在第一 但是他这个第一有点虚 团战的时候他能够起到的作用 还是有点小 主要是没有BKB上不去 有BKB也上不去 卡尔的经济战已经追上来了 下一个装美金片做飞鞋了 在此边现在的经济 是排在全场第四和第五 跟对方都跳的这个小男家差不多 但是小男家现在应该是已经做出了自己的灰奥 19分钟出到灰奥 这个小男家的速度不算快 不算快但是也够用了呀 关键现在的问题在于 小男家一旦出到了自己的灰奥以后 你这小蜘蛛怎么办 你这小蜘蛛怎么活呀 这被灰奥烫一会全没了 哎呦我去哎呦我去 哎呦我去 好多钱啊 这里赶紧给奶一口 不行给小蜘蛛上个搏浪吧 大家这跳刀一个斩 跳刀的这个火猫也是被对方萨尔加上腐王两个人直接带走 这个局面又开始陷入到一个僵持的一个局面了 随机他们这个队伍 随机对随机对这边 他们一旦打这个杀的争端 然后让跳刀打一号位 就特别容易打出这种特别迷的局面来 就是不知道该干什么 这个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你就是这两个人换回来位置的时候 你这个局面不管是这个优势还是劣势 你能看突然这支队伍 他们知道自己每一个人在该做什么 每一个人哪怕我就是自杀式袭击 我拖延你的时间 我也知道我每个人该做什么 但是他们这支队伍在杀了打中单的时候 就感觉完全是没有任何的一个 又要又要送 你赶紧往后走 还行 这波没有死太多 但是对方照一个真眼 看见了这些小蜘蛛 小蜘蛛在顺着这颗蜘蛛网在逃 刷小蜘蛛之父 大叔有人在MAX给我打广告 三万水晶已经来了 感谢给打广告的观众 非常感谢 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21分钟 11比8的一个人头数 剧魔经济现在还是勉强领先 但是他这个领先的优势已经快要没有了 按照他这场比赛的这个出装思路 就是祭品这个道具 不是一个刷钱装 这个道具他绝对是一个推进装 抱团推进装 这算是一个 你拿着这点装备去刷钱的话 其实跟你就带一个吸引面具没有太大的区别 就对于剧魔这种本身的 这种成长的不错的英雄来说 你说你觉得IGV打秘密和VP谁有可能赢 VP这支 IGV这支队伍现在是打哪个队都有可能赢的一支队伍 他们这支队伍的上限还是比较高的 但是他们现在这个前期挖坑我有点看不出来 他们这个特别喜欢前期挖坑 前期挖起坑来都有点吓人 他们这支队伍经常 现在 22分钟 目前随机战队还是在跟对方在形成一个对刷的局面 如果一直跟对方对刷的话 这场比赛如果刷到50分钟以后 这比赛是可以赢的 但是这个比赛对方会不会给你这个机会 如果一直对刷 你三条线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塔的血量会被对方磨得越来越狠 而你火猫的刷钱是经常要去刷一些比较危险的线 这波大牛 这波大神牛应该是死了 这给上一个减速 神牛这里其实想过来摊一波兵线 赶紧把自己的这个挑刀做出来 但是感觉是有点悬 这里大树没有交大 卡尔这个天火给瞎了 这神牛居然还有时间扔 扔密把鞋去吃魔伴 一个针眼扑出来 大树这里身上的树甲已经没了 神牛过来打一波 对方再利靠这个隐身 但是这还有一口毒奶 而在战场另外一侧 小那家的大招配合卡尔的吹风 推波天火 推波陨石 没中 那这个位置被定住以后 看看撒一个粉 一个吹风吹起四个人 落地一发天火 没有炸到跳刀的这个火猫 直接被带走 一波五人团灭 OG果然强无敌 这波打成一波零换五 对方的这个OG这波团战确实 有多少点想当然 另外就是火猫这身装备出了个风杖 这个风杖还是厉害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他们的这波主动进攻 其实在大树第一时间没有开大去留住这个神牛的时候 这个时候对于OG来说就已经不是很乐观了 这个团战 就是你的第一波技能浪费完了以后 你再想跟对方满技能的人去拼 这个是等于你不管是在 你如果是军事的话 如果你的经济经验装备各方面等级都是一个军事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等于你已经吃亏了 Face边这里选择在出完点尖以后的第一件输出装做了一个散尸 现在呢把很多的这个原来的法球 所谓的法球效果和攻击特效这种东西改完了以后 各种东西各种法球随便出这个确实有点开心 大树现在也是做了一个点尖手 做完点尖手以后下一件装备目前还看不出来准备做什么 但是应该是要去憋自己的A杖 这场比赛 随机这边并没有哪个人特别适合去背宝石 所以这场比赛应该做A杖的可能性比较大 这一个天火炸掉一个斩吗 没有用出来直接是被转死了 对方也是在这有一个眼 在这有一个时间快到了的眼 看到了外队的这波动向 那么这场比赛打到现在13比12的一个人头数 双方的经济差那么随机领先了4000 经验方面领先了大概有7000 差不多是7000左右 但是这个领先的优势啊 经验双方的差距应该是会越来越大 就是随机会领先的越来越多 经济方面有可能是要被一会要被OG反超的 蜘蛛现在已经开始去缩着利用自己的小蜘蛛去带线了 对方这个时候想大家过来了吗 想大家过来以后开始去烧 玩这一波要死 巨魔冲上来先找到Fly开启BKB强怼 对方都要开启了大招 但是Shadow的这个BKB开着定住了前四野 留住前四野这里直接被秒 OG又是一波非常漂亮的二换零雪传 看一下这里给上一个减速飞斧 神牛一个板 Shadow过来贴身 神牛挑大三连 nice啊这波二兵最后是一个大棒子带走了对方安娜 那么安娜在遥远的东方又是多送了一条人命 雪传 看下跳刀 跳刀这波有点危险 被对方大瘦滚住了以后直接一个风胀传走 这个火猫的这个风胀做出来确实做的还是有点精髓的 看下随机也过来打一波盾 那么一炮着巨魔的这个大招很快的把这个盾给打完了 大家稍等一下我儿子在那抽崩呢 难忘可吵了 我观众都说葫芦嗓子真好 别让他抽崩了 过去做一股水谢谢你 我这今天一天就靠这几瓶子这玩火呢 就可可见底了 谢谢你 经济方面 现在随机战队是领先了接级差不多7000 经验方面15000 经验方面的差距肯定是会越来越大的 即便就是OG把这个状态 就是把这个局面扳回来也是一样的 他们就是现在开始 神牛这个跳板板中了卡尔 这个卡尔第一波跳刀直接走了一下 萨尔的立场加大给到了神牛身上 Fly这个位置是藏树林踢撇 上路这个位置 斧王跳好吼住的贝斯鞭 一个天火砸下来 斩斩空了 火猫来到战场 支援反打 贝斯鞭这波因为开着大招吸血吸得非常开心 但是好像没有反野 这里插了一颗真眼 没有看到 咱往里找一下 这个追不上了 这个大叔 这一片树林要想都砍掉的话 伐木机加上兽王 再加上一个蝙蝠 估计能干的 能做到 杀到这里被站在对方的一个冰墙里面 再挨个天火 不过还好自己的这个血量还是比较足 那么随意战队再来到上路 开始拆对方上路的二塔 Nutiao这里拿着自己的小男家 在这个地方再晃悠 这个Tc捆住 Nutiao这里没有大招 开分身解一下 但是第一时间被散尸留住 一口毒奶 外队拿到这个人头 安娜从后排过来以后 给上一个陨石加推波 打到费斯边身上 费斯边这里直接开启分身斧 对方切隐身 有没有反隐 没有反隐啊 刚才最后一个反隐 外队是插在了上路这个位置 这个阵眼 诶 这不是插了一个阵眼吗 插了一个阵眼 没有继续往后追了 Shadow则是在下路去 拆对方下路的这个一塔 有大树 天火 这个分身斧开出来 赶紧往后跑 卡着一个吹风 躲开 开BKB 然后逃 TP呢 TP蓝不够 TP蓝不够 神牛过来 卡一下位帮着 然后卡在树林里面 一张TP也杀了 等到自己的TPCD 好了以后走 对方没有留住 上路则是小直桌 这费斯边则继续带线 这场比赛 有小那家的一方 被没有小那家的一方 三路带线牵制了 这一波 刚才的这一波 这个TC留着 NOTAL是有大的 NOTAL这里开大 留一下 等自己的队友吗 但是自己的队友好像回不来 好像是回不来 也是没有选择继续去杀 刚才这一波OG在下路的 一波进攻呢 非常的转 这个打掉了 随机的两张TP 还有非常宝贵的 两张TP的CD 这样的话 随机战队情况急转之下 剧魔的8秒BKB 刚才也被逼出来了 现在那个BKB 还剩7秒钟 说不定因为刚才的那一波 打完了以后 剧魔突然感觉自己 7秒的BKB看起来 越看越生气 扔在地上A了 也说不定 这波蒸落2塔被顺秒 但是下路这个1塔还在 下路这个1塔又修起来了 不少血 修出来400多血 这里一个板 板正 一个TC 留一手 蜘蛛上来一顿咬 这里大树开一个大招 但是被对方分身秒解 出来以后 直接在街上后续技能带走 火猫这场比赛 做完飞鞋以后 做了一个风胀 然后紧接着出了个漩涡 下架装备 这是要出林肯吧 果然做了一个林肯 对方在这个高地上面 这里有一个眼 把对方这个眼外 对吧 对方这个眼给拔掉 蜘蛛现在的经济 已经是赶到了全场第三 现在超过了火猫 跟卡尔并驾齐驱 下一个装备 准备直接出BKB 钱已经够了 分身散尸BKB 刚正面的一个蜘蛛 蜘蛛这个英雄 攻击力是很高的 他不缺输出 他缺的其实是 短时间内的爆发性输出 他没有 这个是蜘蛛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但是这场比赛 有一个巨魔的存在 可以让这个蜘蛛在短时间内 把自己的输出咬出来 还有一个就是散尸 这个道具 我之前也有 很多期的节目 都给大家说过 他很适合这种 就是单体点输出的 这种物理carry 很多的英雄本身不具备这个比较高的单体输出的情况下 散尸这个道具都是比较合适的 我们经济方面 现在费斯边已经是跟对方的卡尔 基本上差不多了 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就是上上下下的关系 蜘蛛制变装是不是需要蝴蝶 蜘蛛这个英雄 他的制变装其实比较奇怪 这个英雄 他出什么装备都不能算是制变装 他的物理输出是一个 特别平缓的一条曲线 就是他没有哪件装备做出来以后 可以让他的输出形成一个制变 这个是完全没有的 你任何一个装备给蜘蛛拿到手里 都不是制变装 但是他的每一件装备出来以后 你都能明显的感觉到他的输出有提升 大炮和血迹这些东西都不算是他的制变装 他因为他这个英雄 就是说任何一个装备都不能解决蜘蛛的问题 就是他的这个咬人啊 他的咬人 其实他他的击杀方式是一种特别古老的一种刀的击杀方式 就是粘着人去杀 他不像现在 现在的这个主力都是秒人 就是一套技能把你秒掉 这个是现在的一个主力的一个杀人方式 蜘蛛的杀人方式是粘着你杀 你走不掉 他的这个麻痹之咬这个技能减速减46% 这个东西只要咬上你一口 你肯定跑不掉 你拿推推都跑不了 除非你拿着推推加上去跨地形 这个你可能走得掉 但只要你不是跨地形的这种移动 你肯定是跑不掉的 他这减移速减太多 这个是他击杀人的方式 但这种方式在现在的这个版本里面 变数太多 然后由于现在版本的救人的道具过多 比如说像这个输出 远程输出的人一般都会做个大推推 这个东西我可以用来自保 近战的输出呢 一般跟你对撸的话 人家也能稍微扛一会儿 然后酱油可以做微光披风 可以做滤杖 可以做这个 还有包括像一些什么这个蜂胀啊 当然蜂胀现在做的少 一般酱油也是以做推推为主 就是在这些东西全都黏着你的情况下 你很难去打出有效输出 这个是蜘蛛最大的问题 如果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蜘蛛并不是一个不厉害的carry 另外就是如果不考虑这个 如果不做MKB的话 没有哪个的carry能跟蜘蛛正面 一对一硬刚的 这里fly直接一张tb回家 s4这里也是被压到这个树林里面 跳刀还有一秒钟的cd直接闪人 但是正好跳到对方的这个眼的范围以内 感觉好像没有跳到眼的范围以内 看差了看差了 我把这个眼看成是高地眼 对方大树跑过来是插了一个 插了一个对方家里边的高地眼 就是蜘蛛这个英雄 你一定要说他特别质变的 对于他的输出提升特别质变的装备的话 我个人感觉是 晕垂扬刀这一类的 就是能够把对敌人定在原地这种装备 可能是对他来说更好 就是扬刀这个道具是一个很好的装备 很多就是 这种就是原来版本当中很流行 但是在现在这个版本不太流行的一些carry 很多时候都是出这种类似的装备 比如说像比较明显的这些 推一个网跳刀直接走 开bkb 对方是开启了一个刃甲 但是肺子边是开着大咬的 这些安娜直接要被咬死了 对方的 哎 跳刀走 这里再往前追 往里追 一个tc捆住 S波这波走不掉了 就比如说像狼人这个英雄 狼人这个英雄 现在你看mp的狼人 他的出装方式是疯脸 加上一个连击刀 他的目的就是把一个原本 不是秒人型的英雄 也变成一个秒人型的英雄 就是思路都是一样的 就是把这种原本不具备秒人能力 都是黏着啥追着啥的这种英雄 变成一个具备秒人的一个能力的这种点 就是死问为什么会活起来 原因也是这样 他也是因为他可以去秒人 所以他能活起来 卡尔的这个陨石磁爆 加上萨尔的立场大招 全空 心态已经爆炸了 不计这场比赛心态完蛋了 卡尔这个推波 推到了三个人 但是对方的火猫直接是一个疯胀 落地以后传走 大树这个时候还有大招 卡尔给发天火 两个人分摊了一下 中路近战兵营 高破 这里一个脖葬贴出来 分身 我的ZD还有 开出来以后 这波肺子边肯定是要死了 剩一次之前逃不掉 杀到这里没有复活盾 也是要被对方留在高地上 但是他们在临死之前 已经成功的破掉了 对方中路的一个高地 但是这一波安娜收掉 杀到的这个巨魔的话 还是很赚的 700多块钱 而一路高地 对于他们这个阵容本身来说 压力并不算大 逼近走小哪家 一路超级兵无所谓 我没事多分一个 这个幻象过去 或者说我就派一个幻象过去 稍微操作一下 不要让幻象硬扛 这个兵线的伤害就可以了 压力并不大 OG如果这波再打一波盾的话 这波确实赚了不少 经验方面的差距 已经是来到了3万 这个经验差距是没办法的 等级方面 火猫24 巨魔24 蜘蛛24 这里卡尔被一个TC 这里已经是一个林肯加上小雷锤的火猫 现在这个TC伤害还是有一些的 火猫在这个位置被雷刚递回来 神牛这个板很关键 但是跳到这波还是要死 卡尔的一个天火炸死 我们这波盾也肯定是 OG拿到收入当中了 神牛这个位置稍微有点尴尬 这里跳大 三连漂亮 没有用F直接秒掉对方的一个萨尔 这里风胀被吹起来 落地一个吼火柱 卡尔接一发天火 一个斩直接秒掉 最后然大拿到这个人头 防空掌了 那么现在这个打完了以后 16比22 对于随机战队来说 现在有一个比较大的隐患 就是蜘蛛这个英雄 在中后期的一个 carry局势的能力很弱 他到了后期还是那个问题 秒不了人 然后呢 他只能粘着对方打 但是粘着对方打随着酱油 现在这个发工资的速度越来越快 嗯 就现在版本啊 酱油发工资速度快 他装备出的越来越多 那么这个蜘蛛想咬死人的难度就越来越大 而蜘蛛自己为了去弥补自己爆发不足的这个问题 他基本不会做生存装 他就一个BKB 他没有其他生存装可以做 所以他不会变得更肉 对方这游直接上来 上路高地 看能无忌 这个高地 这里 飞斯边上来 想咬对方的这个大树 开BKB 开始咬安娜 安娜这里切个隐身 有没有繁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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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繁衍 选择去咬对方的这一个土王 卡尔自己显形了 这个你自己作死就挡不住了 一个推波 再往前追 一个跳刀直接走 安娜这一波还行 安娜这个跳刀用来很及时 立了一个冰枪 一个跳刀直接闪人了 主要是后排跟上的速度有点慢 这场比赛 火猫在最后选择出了一个大件 出了一个吸瓦 然后更新大雷锤 更新完大雷锤以后 准备去出一个玲瓏心 这场比赛按照这个节奏 下来的话 对于随机战队来说 不是一个太好的消息 因为现在他们太多的输出 依赖这个蜘蛛去打了 蜘蛛这个英雄 绝对不能作为一个主输出点的 现在这个版本 想到大家现在装备已经六神了 只能更新大飞鞋和吃音乐了 他也没什么装备可出了三万经济了 等级方面 现在随机战队三大哥已经都达到了25级 那么他们的这个经验的领先优势 现在也会越来越来越小 经济已经被对方拉平 马上反超 经验方面的差距现在只有2万左右 但是这个2万的经济没有什么意义了 现在已经 经验 因为再刷一会的话 双方的这个主力大哥就都达到25级 酱油方面25级比较质变的天赋 酱油方面的25级质变天赋 好像也是OG这边占一些优势 说实话 萨尔的这个25级天赋 没什么卵用 他没有什么卵用 但是他的这个加4次雷霆打击次数 对于清理小蜘蛛 还有提供一个长时间的视野的帮助 还是比较大的 这里神牛三连 F在哪 F在哪 直接把对方的盾第一条命打掉 第二条命要硬打吗 想大家开大 萨尔的这个位置 看看萨尔的框大怎么放 选择框住对方两个人 卡尔这里给一个陨石推波 巨魔感觉要直接被秒 巨魔这里一个搏葬完了以后 前四爷第一下空掌了 巨魔这个时候硬拼 要硬拼掉S4吗 没有拼掉 卡尔这一发天火炸到了二宾 废子边 这个时候在人群当中被捆住 挠死对方一个大树以后 神牛被带走 跳刀 看一下跳刀来到战场以后 NOTEL是完成的一波三杀 里边跳刀空血 被S4过来一个跳刀吼住 扔出这两个魂 但是由于刚才是处在一个被减速的状态 这两个魂飞出的速度太慢了 对方的卡尔直接是一个飞鞋 安娜这个飞鞋来到下路去强拆下路高地 而死掉的四个人没有一个能买活 这波团战感觉打崩来吧 自己 Face边这个位置 你看这个就是 你把输出全都寄托在一个 用母蜘蛛这个英雄身上的话 他在中后期就解决不了 他在正面站不住的一个问题 你输出第一波BKB打出来可以 但是打完第一波以后第二波输出怎么办 我的第一波大招也并不是一个能够让自己变得特别特别变态的一个技能 我加的这个攻击力是固定的 就加140点 我其他的攻击力撑得再高 我也就这140点攻击上 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大 看看二兵这里一个板 反正有两个人 但是后排Face边这个位置是 回来的时候被对方直接给预判到了走位 击杀掉以后买活 上路高地高破 直桌这里被对方直接吹起来 BKB没有第一时间开 落地以后再开BKB只能用来车退了 基本上走远了 小男嘉这里一个大招留住 神牛这里躲开对方的一个吹 引刀躲开对方的一个网 一个板留一手安娜的 已经提前切除了一个隐身 这个时候用蜘蛛往前走 还是没输出 火猫不在追不上人 杀多这张比赛 在比赛的中后期基本没什么生意 他在打团战的时候 只要被对方睡住就是直接死 萨尔的立场加大招 全都会扔到他的脸上 萨尔这张比赛打了快50分钟 光靠天赋给的钱 也早就把这个A帐给打出来了 他的A帐框起来以后 你开不出来BKB 这就是一个必死 这个局面 这个跟巨魔没做 这个撒旦没有太大的关系 巨魔在团战的时候 他不是不做撒旦 也不是不开BKB 是对方萨尔有A帐 你开不出来BKB 只要对方想大家开大 把你留住以后 萨尔提前把大招一扑 然后把立场一裂 那这个时候想大家把大招一收 你这个巨魔就是开不出来的就死 开不出来BKB就肯定要死 这个没办法 这个不是玩的好与坏的问题 这个就是这么设计的 现在对于随机战队来说 他们在经济方面被对方反超了接近2万 经验方面的优势已经是完全被对方拉平 然后大哥主力大哥都已经达到25级 小拿家到不到25都那么没事 小拿家这个英雄的25级天赋 也不是说特别质变的一个天赋 加一个镜像的幻象数量 或者是加4小移速 对于小拿家来说 后期团战都不是那么的重要 本身在有分身斧的情况下 他的这个幻象的数量就足够用了 随机战队这个阵容有一波的能力 他们这个阵容拆对方的建筑物速度很快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在对方把这个兵线 三路兵线都压在你的门口的情况下 你怎么出去一波 这个是比较大的问题 其实现在是他们唯一出的一波的一个机会 在对方没有这个复活盾的情况下 你去找对方努力出去 刚一波这还有希望 看一下卡尔 没留住 没有留住 小拿家这里直接是开着大招 跳刀上来留人 选择撤退 萨尔的大招力场在哪 神牛是一个秒开了一个大招 但是没有定住对方卡尔 卡尔这里发天火炸出来 不过没有什么卵用 巨魔场比赛准备在最后更撒弹 更撒弹的话 钱现在差的还比较多 即便就是把这个机品卖了 差的也还是比较多 现在他们就是守住一路 然后等巨魔的这个撒弹 然后找机会出去一波 然后等对方犯错误 如果对方有一个 有些犯错误的可能性的话 犯错误的可能性的话 他们找了机会把对方的 逼对方一个买活 逼完买活以后 在七分钟的时间里边 再去杀掉对方这个人 然后就可以找机会出去一波了 他们的这个阵容 冲上对方中路高地 可以不用去管其他的 直接去拆地地 从对拆的速度上来说的话 OG这个阵容对拆肯定拆不过 肯定拆不过随机战队 他跳到这里应该是要被塞尔利响家 大招直接秒了 走不掉 这里一个伯葬 伯葬跟吹风往吼 第二时间吼吗 这里一个吹风吹出来 有外边没有流魂吗 流了直接传走 这波进攻没有成功 但是问题在于 菲斯边的BKB也结束了 卡尔巴天火两个人分担一下 找安娜找不到安娜 回头一个吹风 再次留了一下这个巨魔 再给一个吹风 安娜的下一个吹风的CD又快好了 还差两秒钟 也切一把天火 没技能 再切一个伦终瞬间 家长跳刀 在这个位置再给一个TC 往回传一下 这里一个伯葬 再救一下巨魔 卡尔给一把天火落地 巨魔直接被带走 杀户选择买活 二兵也死了 二兵选择买活 两个买活 要卡尔的下一个吹风CD又好了 这个吹风CD 这里是短的吓人啊 这个团战 这里落地 一个冰墙 加上冰甲 一个磁暴 杀到用风扇 躲开了对方的这个 一把磁暴 不过没有什么卵用啊 这个买活了这么多人 留住对方一个大兽 这个板没有板中 反引呢 反引上来的慢了一点 这个 这个比赛已经不是 这个比赛 现在已经不是说 这个能不能 是不是我停不停止买的问题了 这个 这个是 没办法去翻盘的一个比赛了 因为你蜘蛛这个英雄的强势期 完全已经过去了 想大家这里开大 杀都要死了 萨尔过来以后 直接力量加大 这就没了 卡尔陨石 天火 杀都 再给上一个推波 打不出来平A 开启BKB反打 跳刀在人群当中 输出打得不错 被屁股一下 这里第一时间 Fly和S4 两个人全部被打死 跳刀再往前追 安娜开启BKB 但是被打晕了 被打晕了 火猫再过来 抱一波 带走 对方死的这三个人 全都用满活 杀都完成了一波双杀 杀都完成了一波双杀 然后看一下跳刀 这还在跟对方的 一个幻象较劲 一个T 又是一堆miss 打不掉 打不掉这个幻象 上路的兵线已经冲过来了 击杀掉对方这三个人以后 随机战队选择 是要过来打一波盾 那么这一波打的还是比较赚的 杀到对方的三个人 小男家虽然没杀掉 但是经济一波打过来了 5000多的一个经济 对方小男家 死五个幻象 往里一扔 清理这五个幻象 就打不天 这幻象要打呀 这幻象要不打的话 外队要被这个幻象追死的 杀到这一 小男家开大 过来看看队友 在等队友 但是队友过来的速度 有点略慢 萨尔赶到战场的时候 这个已经结束了 随机战队这里选择 是两个大哥都开启了BKB 直接把这个盾拿到手里面 强行拿盾 奶酪也是杀豆 杀豆选择 奶酪应该给费斯边了 这个真的奶不回来 这个比赛 现在只是看 这个随机他们还能够在荣誉多久 奶是奶不回来 现在蜘蛛太弱了 打到这个时间段 蜘蛛这个英雄已经 就是他的攻击成长 已经追不上对方 对方腐王的这个肉的程度的成长了 腐王再出一个强袭 或者再出一个兵甲之类的这种肉装 然后再把这个香盾 耕成一个尸虹甲 你这个费斯边的 这个蜘蛛就属于 已经完全打不动对方了 开开大招以后 只有300多的输出 攻击速度也不是很出色 然后也没有足够强的一个 其他的攻击特效 你只有一个 你连散尸的 只有一个散尸的攻击特效 在游戏进行到50多分钟的时候 已经赶不上对方的一个肉的成长了 应该 summit 对方的散尸 就是感觉 那么准备 就是感觉 只是感觉 就是感觉 也是七架神装 七神装在手里 杨刀也做出来了 杨刀BKB 冰甲一张飞鞋 BKB的时间还有六秒 大家这里开大过来找跳刀 卡尔落地 萨尔在哪 萨尔是关键 我说跳刀肯定是要死了 萨尔的这个A仗大就是 萨尔的A仗大就是无解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范围的杜姆大 还是个A仗杜姆大 不算A仗 不是A仗杜姆大 他的这个A仗大招只是 必锁物品 并不能够进被动 就是范围的杜姆大 比赛打到这个份上 其实现在最看的是双方的买活 现在的买活状态方面 剧魔是在买活CD 神牛在买活CD 然后戴则是没有钱买活 除了这三个人以外 所有的人都买活的情况下 随机要想打赢这个比赛 他们最少要赢三拨团 而且这三拨团的时间 还不能间隔的过久 两拨团都不够 跳过来直接找安娜 秒吗 能不能秒掉 这里对方开启BKB 神牛 直接被火炙以后反杀 FacePan被给上一个羊 一个吹风 起来落地 天火 炸道直接秒 那么这一波打完了以后 FacePan再次选择买活 NOTEL在高地上面带走了 一个外队的戴泽 这波团战基本上已经走哑了 萨尔的立场加大招的CD 已经都赚好了 过来直接找一下 跳刀选择买活 这里杀了开启BKB 一个BKB开的 这个BKB开的把自己给卖了呀 我的哥 而且现在团战的时候 如果你找不到对方的卡尔的话 那你这些人真的就是 无知这个敌人皆福于空了 卡尔这里一个陨石推波没有中 因为根本就落不了地 杀了这个分神斧开的地 早了一点点 没有能够把自己这个 就在来想在家开大掩护 对手上来 萨尔立场加大招 框住三个人 大树再给一个大刷新 再给第二个大定一手 这里跳刀直接被斩 外队直接被斩 对此边开启BKB 开大把自己的血吸回来了一波 但大招结束以后再次被斩 这里落地以后 巨魔发现自己的家里面 已经是一片狼藉 那么最终打出GG 恭喜OG 在双方的第三场比赛当中呢 苦战了将近一个小时 终于是拿下了比赛的胜利 小男家这个东西 恶心归恶心 但并不是没办法去制裁 其实我觉得冰蛙一直不管这个东西 原因也是 这个东西除了能够恶心对手以外 他也恶心自己人 他不像炼金这个东西 你知道吧 炼金这个英雄 你说我一炼金肥了 我可以给队友养个义仗 我可以给队友养个隐穴 拿这个东西 他作为使用炼金的一方 他也很爽 我天天站在家里面看风景 就一会就4200的装备和一个4000的多的装备 就两个装备就加在身上了 这个他是很开心的 但是小男家这个东西不是 他不光恶心对手 队友也恶心 也烦 你知道吧 随机应该还有一轮比赛 他那轮比赛应该是要晚一点 这场比赛虽然说输了 但是随机的这个状态 应该说还是打回了一些 反正我没有给大家传第一场的比赛 第一场的比赛真的是实在是不好看 打的太丑了 第二场比赛应该说打的比较不错 另外就是我 他们什么时候能把这个跳刀跟杀的两个人换回来 我特别想问这个问题 好了 这场比赛做到这里吧 然后咱们直播继续插播一下别的比赛 然后我去吃点东西 然后咱们今天这个录播这场比赛就到这里 稍微休息一会给大家带到下一顿的比赛 我是三号大师 我们一会见